欢迎回到台湾真善美 在台湾我们谈到加工肉品 就会想到它的名字 43年前呢 其实他们只是台北城中市场的 一个小小的加工厂 靠着呢把加工食品理合化 迅速扩张通路版图 如今在全世界拥有68家连锁店 年营收已经高达30多亿元 熟悉的旋律朗朗上口勾起许多人的回忆 就像在广告中一路陪伴大家成长的老牌肉松 光用闻的就让人食欲大开 多年来坚持不加防腐剂 一丝一丝保有猪肉纤维弹性 一入口香酥有嚼劲 成了许多人心中肉松的代名词 也是旅居国外华人必买的伴手礼 大哥您从哪里来 香港 香港来 那为什么会选择来这家店 然后买伴手礼 我每一次来 来台湾玩啊 还有谈计老都来买肉松的 吃了很多年了 很好吃 43年前 从台北城中市场发起的肉类加工厂 如今年营收32亿元 成了台湾第一大肉松品牌 全仰赖创办人麦幸福一手打造 当初创办人麦幸福跟他的兄弟 就是在这里一起炒肉松做烧辣 慢慢拓展他的事业版图 现在已经成为全台拥有68家 直营门市的食品帝国 民国54年 当时麦幸福才24岁 为了生活北上打拼 在烧辣店当学徒 民国56年决心创业 选在台北市衡阳路 展开他人生的新业 为了事业打拼 美国台湾两头跑却忽略了健康 在44岁那一年 麦幸福因为中风离开人世 后来台湾食品厂转由2D 3D管理 董事长生前对待员工赏罚必分 让总经理许清真印象深刻 他看你表现好了 他是能拿个个人的钱来给你 真的喔 真的啊 你有被塞过吗 我有被塞过一个红包 多少多少 那时候2万块 那时候我的薪水在5500而已 待人待心这一点 麦家第二代麦生羊 在爸爸身边看得一情二楚 虽然父亲早逝 但为人处事的道理 早已经生殖人心 他给我讲说 因为我们做老板的 今天公司做好不好 都有赚钱 明天做不好收起来 后天再开一家 新的都没问题 可是有500个家庭 针对这张支票在过活 你做的任何决定 是为这500个家庭在做的 不是为自己 然后看到我们公司员工 跟我们的文化 才慢慢体会说OK 这是为什么他生殖人心 另外对品质的要求 紧胡龟毛 更是创办人 麦幸福的坚持 肉松选用温体黑猪肉 只用猪最大块的瘦肉 后腿部位 他的师傅叫他就是这样的 他的用料就是要用最好的 最恰当的 哪一块肉要哪边 它是一定是这样的 但是民国86年爆发的口蹄液事件 却让老品牌一度面临危机 口蹄我们所有到日本的外销的猪肉 全部冻结 所以肉类的话那时候是 那一次是严重的打击 86年 大概打击到什么样子 那时候真的是 我看剩下不到六成 从饲养到包装销售 生产流程透明可见 为了化解危机 他们领先同业 从源头开始管理 建立猪肢生产履历 从小猪 哪个养殖场 哪个屠宰场 哪时候加工完 哪时候透过物流 到我们的门市部 这么只是 它可以追踪 也可以追送 花了很多精神 还有很多的钱财 政府也辅助我们 很多的这些know how 跟这个钱财来 来做这一项产品 但是全国第一家 有了履历的加持 通路扩张更加叙述 从直营店拓展到超市 量饭店 再到高速公路休息站 以及10家的机场据点 如今全省有68家自营店 掌握75%的通路 是公司命卖的来源 我自己贩卖的话 我自产自销 我能够了解 我们整个产品的销售状况 产品市场的接受度 我能够做迅速安倍 这个就是能够应付 这个外面市场那么多的竞争 而且我们为什么 还有很多产品都要保持一个 龙头地位的一个 一个很有力的一个方式 复制成功的经营模式 卖家第二代 目前正积极地开阔大陆市场 寻找设置加工厂的地点 以及门市通路 为下一个40年做准备 你要去修理 这比较简单 轮胎不对就换个轮胎 引擎不够我们家大 对不对 什么都弄好了 下一个问题是 你要去哪里 怎么开 然后技术怎么样 这个会比这修车还要难 老品牌新气象 卖家第二代秉持父亲 白手起家的创业精神 坚持品质 用心经营 不但要消费者 吃得安心 现在还要将美味 以及人情味 融入产品中 老品牌要以台湾出发 迈向全世界 感谢